這個工作表請你再複製一個 複製的話就是最快的方法拖拉 按下Ctrl鍵 放開 它就會把這個 複製一個一模一樣 我把它改一下 這個也許用另外的函數叫TEXT 這個TEST函數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會用這個TEST函數 這一題更簡單 怎麼做呢 第一個我們一樣把它回到 剛剛這邊好了 09 11 對不對 然後面一樣是AND一個-的符號 然後打個勾 到這邊 在後面的話就是 84 007 那其實最快的方法 我們其實如果你不熟TEXT 你可以在旁邊演練一下 插入一個什麼呢 這個文字類的函數有一個叫TXT 這個函數非常的重要 因為以後很多時候你要取得裡面的資料把它當文字來切割的話 一定要經過TXT函數 才有辦法把它變成文字 現在常見的什麼呢 像日期 日期有沒有 一個日期 那個日期有的時候你要抓年月日 就是假設你要把它當當文字來看待的話 比如說我要前面看到是什麼2018好了 奇怪你一切割 奇怪回來東西卻不是2018 為什麼 因為它看到跟裡面的存的東西不一樣 除非你經過TXT函數 那至於怎麼做後面我們會詳細的再說明 我們先利用它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呢 把它變三個字 那怎麼變三個字呢 第一個 它裡面是 兩位或一位 實際上它裡面是一個 數字 這個數字是84 跟7 等等的 如果說你要把它變 三位數的話 非常簡單 先做這個之前先我們 把這兩個選項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那各位可以看到儲存個格式裡面有個所謂的制定 制定裡面的話就是 當然如果裡面找不到你可以自己制定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一個數字就是一個零 兩個數字就兩個零 三個數字就三個零 那你可以怎麼 假設我要三位數的話 你按確定之後 你會發現 084007 有沒有發現 三位了 但是請各位再注意一下 你如果把游標放上去的話 它實際上裡面 表面上看到的是007 但實際上存在裡面的資料還是7 還是一個數字 也就是說 它只是 讓你看到 你以為是00 但實際上 並沒有改變 裡面的資料 如果你要真的改變裡面的資料 就必須仰賴剛剛那個函數 叫test函數 OK 所以我把它恢復好了 我們就不要 我只是讓各位知道 那怎麼做呢 一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 TXT的這個函數 OK找到它 第二個的話 它會跟你要兩個資料 反正你就看懂 Value Value是你給我那個資料 Value 值 那個值 可能它說 可能是唯一一個數字 或者是一個公式等等 基本上我們是指的是這個東西 84 那如果說你要formate text 意思說 你要格式 這個formate是格式 的那個文字 其實就類似像我們剛剛制定裡面 不是輸入000嗎 實際上就是把那個000 輸入到這裡 但是請記得 它要的是一個test 所以記得要加什麼 但你移開它也不貼心 它不會加什麼 test要變得 前後要什麼 雙引號 OK所以以後看到 test 這個關鍵字 TEXT 就是文字 那如果是文字的話 請務必一定要自己加一下 因為這個錯誤 常常發生 我看奇怪 同學就 老師怎麼會 我跟你一樣啊 怎麼會 不對呢 看一下 原來你沒有加雙引號 OK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慢慢要習慣了 因為我剛剛講 一幅還蠻貼心的 會自己加 但是有的時候他就是 很奇怪 你要不就是全部都幫我們加嗎 為什麼你這個加那個不加 那常常就讓我 confused 就覺得這個怎麼會這樣 你乾脆就全部都一次做到位就好 他不是 他就是做一半而已 還有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函數大部分人不好學 就是他前面的這個名稱 明明可以把它改成中文 然後而且可以改得仔細一點嘛 對不對 你會弄個什麼value 弄個什麼 所以一般人學不會不是因為看不懂 主要應該是前面這個訊息 給的是不是 很充分 而且感覺給的是一個 好像是給工程師看的一個訊息 那我們看我們會覺得 這個我很習慣 因為我們每天在看這種東西 但是你不是一般user沒有在看這種東西 所以應該要把它改成中文不就好了 可是從 30年前的easeer版本跟30年後的版本幾乎都一模一樣 錯誤都還是一模一樣 所以他這個奇怪我覺得他說這個錢 一直在說只是說把那個2013 多一個2016 再多一個office360 那以前的說收的錢的方式是 買一次就買斷了 現在呢完全不一樣 現在每一年 要繳一次費用 其實360好像365天請你繳錢 Office360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 剛剛好365天之後你又要再繳錢 對不對 那可是剛開始你可能會覺得好像蠻便宜的 可是如果你用下去 感覺加總起來的金額應該會比較高 難怪最近微軟的股價 屢創新高 一直在飆漲 而且最近好像也超過蘋果電腦 蘋果本來是市值最高 現在變微軟了 微軟 靠他了 OK 不過這也沒有辦法 你還是 開買還要用 OK 所以記得這個地方請你前後加霜以後 按個確定 那你如果向右填滿 他變成他會抓這個 有沒有 這個G4 過來變H4 當然如果你全部 你可以把向右拉 然後向下點兩下 不行 旁邊沒有東西 所以 你如果向下拉 反正全部都OK 不過我們主要 並不是說要全部 我們只是說 讓各位知道 如果我用這個方法 可以做出結果 所以我可以 利用同樣的方法 END 然後呢 再插入什麼 插入一個TEST函數 幫我加在這裡 VALUE的話就指他 後面的話呢 就加什麼 加那個 0 0 3個0 那以後 反正如法泡字 如果你懂得FORMATE TEST 就是那個制定裡面那個 放到這邊來 他一樣會幫你 轉為 文字 所以他主要 主要是什麼 幫你把 數字 有沒有 轉為文字 的 作用 OK 按確定 然後呢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 剛剛一樣 複製這一段公式 把它貼到後面 再把這個 改成H4 打一個勾 就 大功告成 快速點兩下 就完工了 那他的好處是怎樣 公式似乎變短了 有沒有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用的話我相信應該你會選這個吧 應該不會選剛剛那個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待會我們就要再更上一層了 就是說如果你這個東西每天 都要再做一次假設你 客戶是要變更的 那我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這兩個你就可以把它刪掉 這沒有 只是練習 那請你再把它拖拉過來 Ctrl 鍵按住 接下來這邊就要把它改成 VBA VBA Enter 好待會的話 就是 先 這一個 這一個 再來就VBA VBA是什麼 按一下按鈕 自動完成 按一下按鈕 自動刪除 就資料 我們大概 不過呢可能會階段性的 先用錄字聚集 然後慢慢我們再自己改寫成VBA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我那個 複製工作表 記得 拖拉 有沒有 加Ctrl鍵 Ctrl 應該會吧 這樣放開 又一個 所以以後練習的話 你就自己再增加 按右鍵刪除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就是把剛剛的那個公式 改為用test函數 試試看 test函數